我覺得只要大家願意珍惜每一件衣服 時裝和環保是可以並存的 我是Conny,我現在是一個時裝攝影師 我大約做了一年 我去過西貢、平州、鶴咀 一些離島和春嵌角、海邊都有 因為我本身是一個比較隨性的人 不太喜歡很多框架掛著我自己 在大自然拍照的時候 就會比較自由自在一點 沒那麼多空間,我喜歡怎樣拍就怎樣拍 我喜歡拍攝有些蒜的話 是因為有時候會在一些欄杆上面 關的時候就會有一點點彎彎彎 就是一種很特別的眉感 是人工可以做得出來的 我拍攝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會看到塑膠垃圾 尤其現在疫情 就是口罩那些 我覺得是很可惜的 因為你本身要建造一個這樣的大戰 不是一時三刻可以做出來的東西 不是人工說自己插幾棵草上去 那你就完蛋了 你是真的可能要幾年 或者用一年才可以佩服之前的樣子 或者甚至可能有些東西是想過百年才有的東西 我覺得保護環境是我們所有人的責任 我們本身生活就是在地球上面 地球上面的所有東西都跟我們是即息相關 保護環境其實就是保護我們自己 近年的時裝界的話 的確加入了很多環保的元素 譬如有些複製的材料 或者是用維含的材料 盡量去保護這個大自然 不要排放更多廢物出來 時裝品牌現在的技術 的確是非常之好的 有很多衣服 他回收了回去之後 再重新分解 變回一些材料去做 其實你完全不會覺得 它是一件舊衣服 或者是回收再做的東西 而且他們的衣服 或者一些設計都做得很漂亮 令到大家會更加想去買回來 我覺得環保和時裝是可以秉存的 但前提就是 我們每一個人都要真的 把這東西深深刻在我們自己的腦裡 就是買衣服的時候 或者你去消費的時候 是真的要想著 這件衣服到底帶給你的價值 不要純粹覺得很漂亮 我就什麼都不管了 我買回來才算 如果大家都有這個想法 大家都懂得增加一件衣服的時候 我覺得是可以並存的 謝謝你們 我記得 今天我來找一些衣服 比如說 我還是買個帖 我還是買個帖